好饿呀 饿死我了 好饿 馒头 馒头 大馒头 精灵出来了吗 在哪 馒头没吃到 头都撞破了 馒头 我记得 馒头又开花大馒头 走 下山去吃大馒头 馒头 馒头 好香 真香啦 馒头馒头 我最爱吃 要悄悄地进去 不能被发现 你吃吧 哥哥不和妹妹招 我才不占小便宜 一人一半 绝对勾不掉 突然好期待平度他们来 是期待平度带来的美食的 这好像没有人 找找看有没有开花馒头 小小意外 咱们继续 还继续啊 我不要继续家伟吧 经折生火哟 延续火燎去害虫 经折生火哟 延续火燎去害虫 去买点爆米花给孙子吃 大雷啊 笨大爷最讨厌巨像 老宝贝 贵宝贝 这次给力点 怎么好好地乌云就没了 谁说不是呢 惊哲还等着这雷声呢 开花馒头 馒头 都小点声 都小点声 好东西 竟然还能补充点能量 别闭嘴 别闭嘴 开花馒头 满足 满足 好吧 吃不下 老大 我们车吧 等等 吃不下了 可以打包呀 撤 精折捷道 闻雷声 振兴折服 月东虫 我们先试着召唤一下精折精灵 精折精灵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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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想雷之时才会出现吧 走 出去找雷 不过想精折哥哥了 天空没有乌云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打雷 会不会是年兽搞得破坏 走 去抓年兽 等等 或许可以试一下人造雷声 古人想象精折这天 天庭有雷神击天谷 人间也利用这个时机来蒙古皮 所以我们可以效法古人 那李纯李秋跟我去找大谷 没问题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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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了 小炸人 鱿鱼炸怎么消失 奇摩大谷 你还有气啊 我们也来 太棒了 送给你了 你们的表演给了我很多灵感 太好了 谢谢老板 星仔 都找了几个地方 怎么连年兽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早知道 应该先问问丽秋 不着急 慢慢找 总会找到的 不能慢 我先去前面看看 等等 今天吃得好吧 跟着老的 吃饱饱 终于找到你们了 看招 烈羊 强化 举灵掌 独自量力 不对劲 年兽的力量好强 练下 加油 炎炎 来 啊 啊 哎 啊 哎 立东 技能好了没有 名副 颜阳 将军 老大老大你最弱 老大老大你最强 好了 你们两个赶紧不忙 谁也奈何不了我 身脚强化 虚弱破坏 好嘞 没力气了 挺住 节气精灵 加油 有胃口大 倒下吧 大雷了 大雷了 讨厌呀 绍到了 救到 救到 之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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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笑 每年公历的3月5日至7日间 就到了二十四节气的第三个节气 金折 金折时节春气萌动 大自然有了新的活力 春雷开始轰鸣 许多折服跃动的昆虫都被惊醒 万物生机盎然 金折节气后 南方天气回暖 雨水增多 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大芒时节 到了金折节 锄头不停歇 北方地区也渐渐入春 春耕由南向北 渐次展开 这个节气是调养肝脏的好时机 适合吃馒头 梨子 炒豆等清淡平和的食物哦 小朋友们 关于金折的小知识 你记住了吗